今天就收到整個系列的SUMULA LIGHTBALL的粉底 這個粉底裡面其實主要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很通透 像燈泡一樣有光澤 而且剔透的底妝 我也可以順便用這個系列 跟大家說一下怎樣選擇粉底 因為很多時候我也知道很多朋友 都喜歡自己選擇粉底多一點的 因為覺得就算不適合色也好 都是自己選擇的 而且自己選擇的粉底 通常都會是你自己喜歡的 因為有很多時候可能你去到Counter 你選擇的粉底是可能他們都專業的DBA 但有時候可能不是你自己喜歡的色 有些人是喜歡白色一點 有些人喜歡紅潤一點 但首先先說一下 SUMULA LIGHTBALL 其實你可以用它現在這個 好像弧腦型一樣 又或者它有一個掃的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 你會用手指掃還是用SUMULA LIGHTBALL 其實就看看你自己上底妝的時候的技巧 如果你想遮瑕度高一點 每一條毛孔都可以 每一個毛孔都可以有粉底 譬如你又是瑕疵性皮膚的話 其實掃是好一點的 因為掃這些毛的位置 如果都加上粉底 其實掃就可以緊貼你的皮膚的毛囊 尤其是你那些瑕疵位 因為瑕疵位比較粒 因為瑕疵位比較粒 掃就會上到遮瑕度會更高一點 還有遮瑕疵的技巧 還有遮瑕疵的情況會更漂亮 但如果不是的 你只需要均勻膚色 你純粹是想做自然的妝效 其實用SUMULA LIGHTBALL 但是如果你是 因為其實掃和SUMULA LIGHTBALL 也要小 有些人不喜歡的 你其實用手指都可以 不過手指就要記住 我之前教很多影片都有說過 你就要好好控制的力度 因為有些人用手指 就容易做到不平均的 那我們說回這個粉底 越細號碼就越淺 但你會看到這些是淺得來 偏紅一點的 之後就會慢慢去到自然 然後就會去深色一點 記住每一個號數 其實你除了看號數之外 就會看到它那個顏色的深淺 你還要看它其實是偏黃 還是偏紅 因為其實每個號碼的範圍 都一定是偏黃 有些是自然 有些偏紅的 我先說了 有些好像這些粉底色 它是偏紅的 譬如是給什麼人用呢 譬如 當然它的顏色 你記住是看深淺 譬如這個是偏淺的顏色 但有偏紅 譬如你的膚色也是偏白的 但你可能擺得你又黃一點 你又想看上去的面色 比較紅 你就可以選擇帶紅的粉底了 然後呢 譬如這些是自然色的 它自然色也有些帶黃 還有帶紅一點 那也是 譬如帶黃的 有時會貼近你自己的膚色 因為我們亞洲人 始終膚色都一定會有帶黃的 所以如果你想很接近你的膚色 不需要特別調色的話 你跟回自己的皮膚色就可以 而且尤其是留意一點 就是給男生 因為現在很多男生都化妝 那女生呢 其實呢 看回你自己喜歡 是偏向你 給你的膚色 白切一點點 還是你想貼近一點 如果你想貼近一點 如果它沒有特別氧化的話 你跟回你的膚色就可以 但有些人 就喜歡白切一點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選擇給你皮膚 白半度或者一度都OK 但是男生呢 我就完全不建議 因為男生始終呢 你都不想那個感覺 那麽 像化妝的感覺 雖然男生其實化妝 其實某程度上 都好像女生那樣 想均衡一些膚色 或者遮瑕 但其實你不想 男生最儘量 不要兩折色得那麽緊 而且男生都不想被別人看到 化了厚厚的底妝 那麽 所以如果男生用粉底的話 我一般建議 是貼近皮膚的膚色 甚至如果是偏黑的話 可以黑半度 半度好 那麽就是 看上去 那個面色 打了光之後 尤其是上鏡之後 就比較自然 因為粉底始終是吸光 就算你選擇同一個顏色 尤其是男生 可能你打了光 拍照的時候 你怎樣都會覺得是白過你自己 所以你可以選擇 貼近你自己 膚色或者深半度的粉底 譬如這個粉底 它本身遮出來的時候 它那個Sumana粉底 通常遮瑕度都高 所以你不用特別擔心 又要用太多的遮瑕膏 因為它遮瑕度高 變成我自己 譬如黑眼圈那些位 其實我遮光了 不用再用遮瑕膏 我們先看看質地 你會看到 它不是大家擔心那種 好像面油的光澤 它是純粹微光的 但你會看到 它的微光不是珠光 所以是自然的光澤感 至於粉底 我建議你每一次就只試一隻 我現在就用了584 是一個偏紅的顏色 我先試在手上 我告訴大家應該怎樣去選擇 這個是偏紅的顏色 然後呢 這個是574 是偏黃的 其實是貼近我自己的膚色 比較多的 一般呢 譬如你選擇了兩隻 粉底 是貼近你自己的膚色的時候 我不會試 就這樣在那個 鏡頭上 因為鏡頭那裡的光太光 有時候你看不到真正的顏色 所以我會先試在 手背上 之後呢 我就會走出去 大概逛街5至10分鐘 因為其實呢 所有粉底都會有些陽化的 多多少少都會 最重要是看看你的溫度 你自己的體溫會影響到多少 譬如這兩個呢 一個是偏紅一點的 一個是貼近我自己的膚色多一點 那我就會走一會 看看它深多少 然後才決定我要哪一隻 但是紅的那個呢 其實就會令到我的膚色看起來 紅潤一點 但是這個就自然一點 這個呢 就貼近我自己的膚色多一點 譬如如果你容易敏感 或者容易面紅的話 當然不建議選擇戴粉的 但是如果你想膚色看起來 健康一點就沒有問題 好了 其實呢 我覺得這個粉底 它的氧化度真的不太高 因為其實如果氧化度很快 很高的那些 其實一兩分鐘 怎樣都會看到的 如果你看到氧化得高的那些 那你又很喜歡那個粉底 那你就選擇 它那個淺一度的顏色 所以如果是差不多的話 那我就會跟回我眼見那個 但是呢 你放在手背上 你只看氧化度 還有你看大概的膚色 那因為其實通常手 都比我們的臉 是白一點的 所以呢 其實通常呢 我就會選 那個粉底 因為我不會 除非它的粉底是新的 那我就會讓它試在我的膚骨 那如果不是新 我自己很容易敏感 我就不會試在臉上的 所以呢 我自己的經驗呢 就是 你看回你自己的皮膚 手和臉 相差多遠 我自己的手就是白一點的 所以譬如像這個 已經是很接近我的手的顏色了 其實對我來說是OK的 上了臉 就 白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 如果上鏡的話 就剛剛好 但譬如你看到這個呢 它在我的手上 是白過我的手 變成上了臉 就會再誇張一點 所以 如果我自己 就一定會選這個 這個就是 574 我自己的皮膚大概 都是中度的顏色